司马光杂纲 北宋的时候有一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 他叫司马光 他从小喜欢读书 善于动脑思考 有一天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家里的后院玩耍 有个叫上官的小伙伴 看到后院的一个大水缸 喜欢爬到高处的他爬到了钢岩上玩耍 司马光在下面着急地喊 回下来 忽然他脚下一滑 扑通一声 正好落在了水缸里面 看到这个场景 小伙伴们都吓呆了 司马光临危不乱 让另一个小伙伴去叫大人 自己向水缸跑去 司马光想把水缸推倒 但是盛满水的水缸实在太沉了 司马光眼睛一转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搬来一块大石头 用尽全身力气向水缸砸去 砰的一声水缸破了 缸里的水哗哗的流了出来 随着水的流出 上官也从钢的破洞中探出了头 司马光拉着上官的手 将他从钢里面救了出来 知道了司马光的救人过程后 大家都竖起大拇指 夸司马光是一个机智勇敢的孩子 后来司马光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 我国最大的编年题史书《资质通鉴》 就是他主持编写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